在那个皇帝统一天下的年代,作为一个臣子,如果能够有一张免死铁券在手的话,相信就可以横行天下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也许未必,在现代出土的一张来源于唐朝的免死铁券,就告诉我们免死铁券里面的主要内容,可能大家都已经想到,就是免除死罪,甚至活罪也可逃罪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里面强调的是免死的次数,因为免死铁券也是分为等级的,功劳越高,免死的次数就会越多,最高达到九次,低等级的免死铁券也可免死一次。 然而在那个年代,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辞啊,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,因此免死铁券也不是真的万能的。 我们看看朱元璋的案例就知道,朱元璋这人疑心大,对于那些功高盖主的臣子早就不满意了,特别想找个借口把他们都杀掉。 后来在开杀之后,有些臣子还真的亮出了免死铁券,以为就此可以免过厄运,但是可悲的是朱元璋并不买账,而且有这些免死铁券的大臣死得更惨,接近他们的功劳太大了,威胁到皇帝了。 所以,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了免死铁券,自己的名就可以保住,因为如果皇帝一旦发飙的话,他就可以打破自己的言论,甚至他可以不顾天下百姓的责骂,直接把你杀掉,甚至把你的子孙后代都删掉。 所以免死铁券实际上就是一纸空文,起码在朱元璋这一带是这样的,人们经常都说半君如半虎,所以免死铁券并不一定能够保你的命。 最靠谱的,还是得自己做事,低调做人,不要太出风头,还是默默跟与算了,这样皇帝才不会对你起杀心。 即便你没有所谓的免死铁牌,皇帝也对你很放心,你就不用死了。 所以在很多电视剧当中,最后没有死掉的人,其实手里也没有免死铁牌,只不过是一群低调而不爱出风头的人。 当然,在历代以来,百姓们对于这样的免死铁券都是非常尊敬有加的,觉得这是皇帝对臣子的最高荣誉,只要能够拥有这一个免死铁牌,那么他们的家族将会容得无比。 可是老百姓他们却不了解,在官场上面的凶险,在世人看来,拥有免死铁拳的臣子,也许只是表面的风光。 实际上他们还得在皇帝身边兢兢业业,同时提心吊胆,害怕哪一天皇帝会改口,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